萬聖節當天新北市蘆州 觀音山上的鐵皮工廠 88位民眾齊聚有男有女 他們不是在玩便裝趴 而是在五谷近十年來 最大的賭場劇賭 等一下如果有女生 需要說聲的話就幫忙 千坪停車場停放15輛名車 這群賭客多是家境不錯的 中年人以及外籍配偶 一個拉一個在凌晨三點 開名車上山引起警方注意 警方到場賭客下了四處逃竄 但工廠地點位在約20公尺高的 半山腰 除了大門哪裡也去不了 有些民眾出來了 之後看了一下 又高喊說 算了 不要逃跑 那個反正只有賭博而已 然後他們又回到 原來的鐵皮屋裡面 據了解 賭客為了躲警方查氣 排桌上只放籌碼 千萬賭資 藏在賭場外的車輛內 這群人在萬聖節當天 劇賭搞鬼 以為躲在山上能享受 死殺樂趣 這下卻被警方發現 毀不當初 記者新北綜合報導